好,你看,側飛 好,差不多了 滾轉沒什麼,就是腹翼打到你而已 就是腹翼打到你 然後該推伸舵、推伸舵、該推向舵、推向舵 然後有老師或者是在飛場就會阿伯過來問 啊,年輕人在飛場 通常會問這句 通常這種遙控系統都是一公里以上 沒問題,但是那時候已經看不到了 如果你想飛這種看不到的就是 上面要加裝什麼 攝影機 然後你要戴頭盔 戴眼鏡 然後就可以從眼鏡飛 像我們玩比較大型的老鷹飛機 所以我們可以飛到 最多飛到1.6公里 我沿著河床一直往上 飛到後風橋那邊再回轉 但是已經進入快要訊號 訊號不見消失 所以會緊張 很刺激,就像你在開飛機 飛在大甲溪上 然後快要沒有視訊了 因為沒有視訊你就完全沒辦法控制 你不知道左或右 對 有時候側風影響 有沒有看到,上上下下下 地面的側風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穩定 你就爬到上面 你看他的實現性就比較好 那是非在河床的話 那是大圈的 怎麼樣? 試飛是在河床比較好 還是在操場 當然是河床比較安全 你如果掉下來 不要砸破人家房子 哈哈哈哈 那在河床掉下來 你就沿著河床去找就有 我們一定是經常在找飛機 風喔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叫康達不叫伯努利 啊